花莲一名50岁王姓一引车驾驶今早从新城乡满载肥料网光复乡送货,行经海岸路右转至台11丙线,依依视线不轻未发现右前轮有男子骑单车经过,性将他连人带车卷入车底,拦腰斩过,痛得男子血流不止当场昏厥,送医不治,死者姐姐到场哭断肠,直说,昨天还通过电话,怎今天就走了,肇事王姓司机深感懊悔, 贵窟家属说,不是故意的警方表示,肇事王姓司机九侧直林,指今五载后要送往光复乡,行经海岸路右转进台11丙线,未见66岁陈姓男子从右方经过财状上,陈男被卷入车底拦腰斩过,下半身以整个脚烂血肉模糊,全身多处骨折大量失血,经送往慈济医院急救后伤重不治,车祸原因仍带检警调查理清,死者姐姐表示, 弟弟常年无业都靠减资源回收为生,没钱租屋只好在东华大桥下搭屋自住,昨天还曾打电话回来要钱,所对他说走路回来就给你钱,他今早搭车去门诺医院看病,还曾到桥下探望弟弟待人不在,信武接获警方通知才知弟弟已遭难,突发中心王文杰, 花联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超商ATM遭狂徒拖走找到了126万消失仅剩空壳扯破内裤纸亲前女友渣男静便,我没用生殖器只用手锁定小七狂徒链链拉ATM墙百万闯竹陷腹垂降搜刮银机一引车压死人,肇事司机贵哭认错, 光文杰设议引车右转压死单车男,光文杰设议引车右转压死单车男,光文杰设死者姐姐赶抵现场哭声断肠,光文杰设肇事司机贵哭家属认错,光文杰设其单车陈性男子下半身被斩断送衣不至,光文杰设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-tw.adai.ly -ml924upcsu关键字花莲一引车车祸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